塔信心满满养鸽子 却遭遇着铲蛋难题 它们应该是正常铲蛋的 但是现在你看好多的楼子里面 它都是空的 乡土专家反复查看 却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看了环境各个方面 也查了很多原因 还是没有发现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产蛋下降 鸽子产蛋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乡土专家能否解开谜底 帮助求助户解决难题 拿翅膀删你 鸽蛋增产有妙招 马上播出 帮福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进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福即宣告成功 每天清晨 他每天都要重复上万次 虽然辛苦 但他依然干劲十足 因为这些鸽子寄托了他和家人的希望 然而最近他却遇到了麻烦 接到求助后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前去了解情况 咱这一共是养了多少 咱这总共是两栋 大概四千栋 每一栋的话 大概是两千栋 这样子 这鸽子是按栋算的 对 我们一般都是按栋 因为像这种的话 它是配好的 所以我们一般 一栋不是说按多少只 一般都是按多少栋 去计算的 咱们这的鸽子看着都胖一点 比我们原来建的鸽子要大 对 我们养的就是那种专业的肉鸽 所以说它看起来的话 比普通的鸽子会稍微胖一点 肥一点 肉多一点 对 肉多一点 鸽子属鸟缸 鸽形木 鸠鸽科科 鸽鼠 鸽子可以分为野鸽和家鸽 我们常见的一般是家鸽中的性鸽 而长小恩养的是家鸽中的肉鸽品种 肉鸽体型大 生长速度快 鸽肉及鸽蛋营养丰富 是高级滋补营养品 营养了多长时间了 大概三四个月了 时间不长 那咱们这个鸽子是卖鸽蛋呀 还是卖鸽子 因为我就是喂的时间不长 现在主要是以出售鸽蛋为种 长小恩今年刚承包的鸽棚 由于养鸽时间短 对鸽子的孵化技术还不了解 所以他主要以出售鸽蛋来获得经济效力 可是最近他发现鸽子产蛋很不正常 那我看咱们这儿好像没有多少蛋 这就是现在遇到的一个难题 本来是他们应该是正常产蛋的 但是现在你看好多的 楼子里面它都是空的 现在就是遇到了几个问题 像这种 你看这现在它里面是一枚蛋对吧 正常情况下 它就是隔一天该下第二枚了 其实这应该下两枚了 但是它一直迟迟不下 就是说它一窝只下一枚蛋 它一直不下第二枚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本来配好对了 像这种它本来配好对了 但是它就是一直都不下蛋 还有一种情况是 本来是配好对之后 它们产蛋也挺好的 但是后来的话 就是一直也不产蛋了 前期它是产蛋的 到后来它就不产了 对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现在就遇到这个难题 很发愁 我看咱们这里有好多这种小牌 对 这上面寄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产蛋记录 像这一半的话 就是这一对鸽子的 它一个生产情况 产蛋记录情况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边是寄这个 这一对的 这一半是寄这一对的 像这一种是吧 像这个是8月1号 它画了两个圈 这个意思就是 8月1号的时候下了一个蛋 因为我们的一窝是下两枚蛋 正常情况下 这两个圆圈 其实就是它下了两个蛋 对 都是下了两个蛋 就是这样寄一下 那我看这个日期 它隔的时间还挺长的 这个就是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本来是在正常生产的 正常产蛋的 但是8月1号下完 你看现在都 基本上过了一个月了快 但是它后面就一直不下蛋了 像这也没蛋是吧 都是一个多月了 它后面就一直没有产蛋 对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咱们它不产蛋 咱也就没有效益 对 等于说我每天往里面投入成本 喂它们粮食 但是没有收益 鸽子性成熟早 一般5到6月0便可配对繁殖 而常小恩的鸽子 现在已经8月0了 按理说正是产蛋盛期 可有些鸽子还没开产 有些则是开产后又停产了 通过交流呢 我发现小恩姐在养鸽方面 完全就是一个新手 当时我就很好奇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 怎么会想到要养鸽子呢 常小恩今年35岁 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以前主要在家照顾孩子 但随着女儿长大进入幼儿园 一直闲在家里的常小恩 开始琢磨着做点什么 我老公呢 就是一个人 我觉得他的负担比较重 我就想着 不然的话 我也出来做一份事业什么的 帮他分担一下家庭的负担 减轻一下他的压力 对 刚好我有一个亲戚 是那个巴塔那边的 老师说他们那边 有两栋割舍需要对外承包 然后我就非常的感兴趣 我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我就觉得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之后呢 我就决定把它给承包下来 看到养鸽行业的前景 常小恩当即决定承包鸽棚 然而 他的决定并不被别人看好 况且要承包鸽棚 常小恩还面临一个难题 缺少资金 去承包这个鸽舍的话 需要交十万块钱的承包费 因为我老公这些年 一直是他一个人去上班 然后养活孩子 就是家里也没有多少钱 后来呢我就想办法 就是去找那些亲戚朋友去借嘛 但是他们都不看好这个行业 他们都觉得你养鸽子没有什么前途 万一到最后要是亏了 钱也没了 万一还不上怎么办 他们会有这个担心嘛 看到常小恩四处借钱碰壁 最后还是父母心疼女儿 帮忙把钱凑齐了 虽然呢我的父母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反对 但是后来呢就是觉得我比较执着 但是后来呢就是觉得我比较执着嘛 为了支持我还是把这个钱拿给我了 鸽棚承包下来后 常小恩就满怀信心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然而现在他的鸽子养了四个月 不但不挣钱还要往里赔钱 现在每天两个鸽市 每天收蛋大概是180枚左右 如果说每门蛋三元的话 每天大概收入是500多 常小恩现在有4000对种鸽 每天产蛋约180枚 按一枚鸽蛋三元计算 一天的收入是540元 每月收入16000多元 而常小恩这些鸽子 每个月光饲料成本就要2万多 再加上水电费等 也就是说常小恩每个月至少要亏4000元 就是我现在每天嘛 也很忙很累 投入了很多的时间 基本上很少有时间去看孩子 去陪孩子 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在带他们 现在不但没有赚到钱呢 而且就是一直在亏钱往里面投钱 现在就觉得压力很大 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 她创业是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非常想要帮她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一位养鸽高手 往鸽子的时候啊 要轻一点 不要直接砸下去啊 像这样 就是从上往下 好 这样就没事了 乡土专家杨明君 47岁 从事肉鸽养殖23年 养殖基地 现存栏种鸽30万对 有13个品种 手边向上 你这样拉开以后 把那个小鸽子放进去 杨明君从1997年开始养鸽子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创新 她不仅总结出一套成熟的养鸽技术 并且发明了 喂养自动化管理设备 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提高了养殖效益 杨明君不仅自己成了 远近闻名的养鸽能人 他的养鸽基地 也从最初的100对种鸽 发展成了国内肉鸽行业的 龙头企业 把鸽制服也可好 现在人都 很多人都来向他学习 在养鸽的这一块 没有他不懂你 有多问题像我们不懂的 就是直接找他的话 他都会告诉我们 接到我们的邀请后 杨明君和邦小妹 一起赶到了 常小恩的鸽棚 一进到鸽棚 杨明君二话不说 就查看起了鸽子的情况 经过一番查看 杨明君在常小恩的鸽棚 发现了不少问题 杨老师您看得怎么样 也大致看了一下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像下面 这个羽毛 绒毛 到处飞 卫生比较差 要及时地打扫卫生 你说这个羽毛 对它们也有影响 对 你看它拍翅膀以后 绒毛乱飞 这个可能就是影响 它呼吸道 这个再有呢 就是如果飞到这个水杯里面 也把水给污染了 这个可能我忽视了 我觉得这羽毛 是它们身上落下来的 我以为没啥影响 所以这个方面我忽略了 还是请打扫一点 另外呢 你就像这个地方 你看从门口过来的话 一般陌生人会到这个地方 鸽子看到以后 它受惊吓 它下蛋的时候呢 鸽子喜欢安静的环境 比较隐蔽的地方 你弄一个塑料板 直接挡起来 然后它就不受到 外面的干扰了 要不然的话 有的呢 看到陌生人之后 直接把蛋踩破了 或者是该鸾蛋了 它受惊吓上船下吊 它都不鸾了 这个像刚才您说的这两点 是影响它鸽子的这么大规模 不产蛋的原因吗 这个还不至于引起鸽子产蛋那么少 尽管常晓恩在养鸽的细节上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杨明君认为 这并不是造成鸽子产蛋少的主要原因 那常晓恩鸽子产蛋少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配对你是怎么搞的呀 这个配对的话 我就是自己凭感觉去配的 像这种身体比较小巧的 我就觉得它是公格 然后长得比较熊热的 我都觉得是公格 然后我就把它两个 给它配到一起放进去了 那这个配对对它 这个鸾蛋影响也很大吗 对 这个配不好就麻烦了 如果两只公的在一起 它就长期不下蛋 而且还打架呀 这个两只母的呢 感情不合的 可能也一直不下蛋 或者是就是谁也不理谁 那么这样产量啊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要想让鸽子产蛋 就需要先给它配好对 以及其他传宗接代的愿望 根据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的原理 我们可以得出 配对就要先给鸽子 找个异性朋友 但这鸽子配对 可不是一词一雄这么简单 鸽子跟人一样 谈恋爱也是要套感觉的 如果两个异性鸽子之间没有感觉 就会互不理睬 假如互相看不对眼 还会大打出手 这样一来鸽子产蛋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那这鸽子究竟要怎么配对呢 杨老师 就是除了小恩姐说的这种配对方式 咱们还有其他好一点的配对方法吗 我们做的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把三到四只鸽子 随机地抓进一个小笼子里面 让它自己培养感情 如果是说一个公哥和一个母哥 互相看对眼了 然后他会互相捋毛啊 亲吻啊 甚至有交配行为 你走动的时候 一看到直接抓出来 这就八九不理十了 这个几率大一点是吧 对 这个而且他感情比较好嘛 放在一起以后很快就会产蛋 是这样的呀 原来鸽子也讲究自由恋爱 几个不同性别的鸽子一起相处 它们就可以自主选择有好感的对象 配对成功的概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自由恋爱的鸽子感情好 产蛋愿望强烈 产蛋量自然也就提高了 杨老师 你看就是小恩姐这儿的鸽子 配对配得怎么样 我看了一下 配得还可以 就是有几对捉斗的 但是他也不会说 引起产量下降这么多 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 对对对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尽管长小恩给鸽子配对的方法 不是很精准 但配对依然不是鸽子产蛋量少的 主要原因 那鸽子产蛋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帮扶现场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还没见到过这种情况 这个事还得好好看一看 气氛逐渐紧张 三人都略显尴尬 正在这时 长小恩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杨老师 我之前也查过一些资料 因为我的产单率很低嘛 我查了一些资料 他们说可能是 我的粮食配比有一些问题 我也做了几次调整 但是效果不明显 还是这样 哦 粮食我们倒是还没看 对 要不咱们去先看看 粮食怎么样 那行 那我们就赶快过去吧 好 走 杨老师 这就是我们的粮食 看一下 哦 这个里面呢 有玉米 小麦 豌豆 高粮 你是怎么配比的呀 我平时这个玉米会多一点 玉米的话都占50%了 豌豆是30% 小麦和高粮分别是10% 配比啊 也没问题 粮食质量也挺好 那你是怎么喂的 一天喂多少 我基本上是每天喂三次 像我这4000对鸽子的话 每天的粮食大概是500多斤 不到600斤这样子 哦 那喂量也够 那个保健纱喂了吗 平时喂着了 有喂保健纱 哦 保健纱也不缺啊 对 随着原因的一一排除 气氛又开始紧张 这时杨老师无意间向外一瞥 似乎有了新的线索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这会不会就是鸽子产弹量低的主要原因 这个平时的时候发现没发现有一些老鼠啊 猫啊什么东西进去啊 这个应该没有吧 因为这个我防护测试还做得比较好 像这种网啊 我都给它弄得比较密 哦 有这个网子还是不错的 对 有没有这个小孩子啊或者是陌生人啊什么进到里面呢 很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里村都比较远比较疲净嘛 然后基本上是很少有人过来的 哦 我看外面都是庄稼地 这里啊也比较安静 是的 环境也不错 应该是不会受到什么大的惊扰 那这个外环境的因素影响啊也可以排除了 本以为这次会有所收获 结果也只是多排除了一个原因 那这鸽子产弹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看了环境啊各个方面也查了很多原因 结果呢就是还是没有发现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这个产弹下降 排除了种种原因之后呢 也没有找出来真正的原因 我当时心里就着急了 鸽子产弹少的原因找不到 仿佛就无法继续进行 眼看天就要黑了 三人回到戈棚后 杨明君又继续查看 时间一点点流逝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 他似乎又有了新的发现 小恩 你过来一下 你这有这个矿泉水的瓶子没有 有啊有啊 你去拿一个 好的 杨老师先过来了 哦 好 杨老师 那拿这个瓶子干嘛 这个我们取一些水样 回去检测一下 您是怀疑它这个水出现问题了吗 呃这个也不好说 我们接一些回去化验一下 看看情况 好了这就可以了 你看天也快黑了 对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吧 行啊水让我也取了 回去我化验一下 好的 明天上午呢 我再过来 咱们继续找原因 好的好的 啊 经过一天的调查 最后杨明君将目标 锁定在鸽子的饮水上 那问题到底是不是出在水上 第二天的帮扶 能否顺利进行 不要走开 鸽蛋增产有妙招 正在播出 小杨明姐 我们过来了 颜老师你们来了 喂粮食呢 我早上的话先把鸽子喂一下 那好 我们也帮你喂粮食 喂完以后咱们再说 那行那行 颜老师 咱们这一栋鸽舌喂完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得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一个半小时 我就这么一会儿 我的胳膊都酸 这个确实是 你看这一个棚里面2000对 一天喂三顿 一顿喂三遍 这一天就要这样喂料 就需要这个一万多次 那这劳动量也是太大了 是的呀 由此看来 常小恩的4000对鸽子 每天光喂料就够辛苦了 然而常小恩还不单单是喂料 打扫鸽舍 给鸽子喂水等工作 都是她一个人完成 这辛苦可想而知 杨老师辛苦你们了 你这喂的跟我们的不一样 这是保健纱 保健纱 对 这是养鸽子必喂的 你这个里面都配的什么呀 配的 不是我不是只喂点沙子就行了吗 我就是只喂一些沙子呀 你喂的都沙子 对呀 不能喂沙子吗 沙子只能起到一个 助消化磨碎食物的作用 你要单喂沙子可不行 保健纱对于鸽子至关重要 而常小恩却将它换成了普通沙子 那这保健纱究竟对鸽子有什么好处 常小恩单喂沙子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保健纱呀 里面一般有贝壳呀 骨粉呀 要补充的有微量元素 维生素 还有氨基酸 把这些平衡了之后 鸽子才能正常的繁殖 这个你喂了多久了 三四个月 我从一开始都喂的这个 哎呀怪不得呢 这个保健纱呀 配比不合理 营养不足 导致产量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你说我的鸽子产单少 跟这个保健纱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保健纱是引起鸽子下降 减少的直接原因 得知保健纱 就是导致鸽子产单量少的罪魁祸首 常小恩真是回不当初 那他当初究竟为什么 就直接给鸽子喂纱子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着去买店保健纱 因为我知道鸽子需要吃保健纱 但是我查了一下嘛 就觉得这个成本有点高 然后我就想着反正都是纱嘛 我们周边很容易找到很多纱子 我就想着这是一样的 我不如就是节省这个成本 都是注销化的嘛 我想的是一样的 这个保健纱你要马上去更换一下 不要光图这个省钱啊 你看这次产单减少给你造成多大损失啊 很多养个户为了节约成本 他就能省都省 他以为省了钱 但是造成的损失远远比这个节约的要大多少倍 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单纯节约这个观点 那杨老师 这个沙子除了会导致这个鸽子产蛋低 还有其他的影响吗 它产出啊还会产这个软壳蛋 沙壳蛋 有些蛋壳啊也非常薄 如果孵化的时候呢 那鸽子出来以后啊 它就会瘫痪不会走 就是缺钙引起的 小云姐 这次知道原因了吧 对终于知道了 兜兜转转一大圈 原来是保健纱出了问题 那昨天杨明君 为什么就没有排查保健纱这一关键因素呢 一般呢养殖户啊 为了节约成本 自己买东西配的也比较普遍 但是里面的问题呢 就是说缺东西 营养不平衡 像他这种情况 直接喂沙子的啊 很少见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到 这个是因为保健纱出的问题 粮食也喂完了 这个 你这个保健纱啊 也别喂了 好吧 因为我昨天呢 化验以后啊 拿那个水样 又发现细菌和大肠杆菌超标 我也看了一下 那个鸽子粪便呢 有一些也不太正常 你想想这些 就是锡嘛 然后 粪便有点拉锡是吧 对 这个粪便一看 这就是肠道有一些问题了 正常的 它是团力状的嘛 那这个肠道疾病 也会影响鸽子产胆吗 当然 它肠道啊 大肠杆菌超标以后啊 就会出现这个拉肚子 体质下降 营养吸收不良 接下来呢 还有会引起这个树卵管炎 都会导致啊 停产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对 你像这个管子 我昨天以为这是个 就是黑色的管子 这不是吗 结果往下一看 你看这个是白色的 哦 这里面啊 这里面啊 就是说 它是一层生物膜 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 在里面繁殖 附着在这个管壁上 水从这里走的时候啊 也就都污染了嘛 哦 当时呢 杨老师说 我的水质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还不太相信 因为我觉得呢 我的水每天 就是还挺清澈 挺干净的 后来呢 杨老师又带我去观察了粪便 而且带我去看了 那个水管的管道 我才意识到了 那个问题的严重性 长时间的保健砂和水质问题 给常晓恩的割棚 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经济损失 而这些问题 如果不及时处理 以后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个原因也找到了 我们也别耽搁了 赶快进行这个水管的呀 清洗消毒吧 那咱们抓紧时间 那杨老师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箱 哦 有没有水管啊 这个水桶里面 进化的专用的消毒剂啊 这个还没有 要不然等一下我找人去买一下 行啊 这会儿也没什么事 我们昨天不是说过吗 这个笼子前面啊 硬着门的地方 这个鸽子容易受到惊吓 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行 有没有板子 这有这个挡粪板 你看行吗 哦 这个也行 只要不透明的就可以 那我先拿一下吧 好的 咱们就一会儿拿板 把这儿挡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 来了 哦 好 拿过来了 先凉一下 你看这个我们也都弄好了 这鸽子啊 也不会看见外面的人了 不应该再有什么惊扰了 剩下那个棚子呢 小恩看抽时间 把那个也照这个样子给做起来 好的好的 那个消毒剂 你看看 是不是买回来了 哦 应该买回来了 我去拿一下 哦 行 小妹 你 这就是我们的排水管 行啊 那就打开 开始排水吧 好的 为了更彻底的杀灭管道中的 有害细菌 杨明君建议常晓恩 晚上利用高浓度的消毒液 对银水管道进行再次消毒 今天晚上天黑关灯以后 把这个管子堵起来 把那边放上水 加上消毒片就是要加倍的 加三到四倍的高浓度的消毒剂 再把这个拔开 把这个水啊一直流到文件那个气味为止 就是消毒剂是有一点气味的 所有的地方啊 这个管子里面全部充满这个消毒剂了 就把它这个扎好 对 到明天早上的时候 天没亮的时候 把这个打开 把水全部排出去 那就是说我要是今天晚上用的话 我明天早上天亮之前 我都要过来把这个水全部排出去 对对对 要不然你天亮了以后啊 鸽子开始喝水的时候 如果喝到高浓度的这个消毒液的话也不好 然后再放上清水继续冲洗 这个啊 冲一次还不行 至少要有三次才行 再往后呢 就是一个月左右 根据情况可以这样冲洗一次 行 好的 杨老师 咱们这个水的问题解决了 那这个就是您之前说 这个鸽子的肠道疾病 咱们怎么样去解决一下呢 接下来啊 我会教小恩一些方法 用一些中草药给她调理一下 为了尽快帮长小恩解决鸽子产氮量量少的问题 给银水管道消毒过后 杨老师决定带帮小妹和长小恩找些中草药 来防治鸽子的肠道疾病 其实啊 治疗鸽子肠道 中草药啊 到处都是 你看这个田间地头可能随时都能发现 我们可以找一找 咱们找找 这个 你们看 这就是马齿线 马齿线 这个呢 也叫马生菜 可以加上这个大蒜 把它弄碎以后啊 导致 再加上醋 预防和治疗鸽子的肠道疾病 效果非常好 经常见这种草药 但是不知道这种草还有这种效果 对 其实呢 周边还有其他一些草药 效果也不错 我们可以去啊 找一找 这个呀 就叫绿草 在我们农村呢 也叫拉拉藤 拉拉羊 种植的时候都感觉它是一种害草 长得随便哪里都是啊 而且它很容易挂伤人 但是呢 它在养殖业中间呢 是一个好东西 它可以喂草食动物 我们养鸽子的时候可以把它煮水 有清热解毒 对于这个肠道 呼吸道啊 这些病菌 都有抑制的作用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搁一些拿回去 小恩啊 一会儿回去以后啊 你就把这些草啊 煮水啊 给鸽子喝 像我们那儿呢 就是用的这个鱼腥草 我们周边鱼腥草比较多嘛 给鸽子喝 它对这个鸽子啊 肠道调节啊 各个方面都很好 所以鸽子也都非常健康 像我们这个两千多对鸽子啊 一天可以收三四百枚蛋呢 那杨老师 我可以去您那儿 学一学 看一看吗 您的鸽子怎么会养那么好 可以啊 明天 你们就可以过去 欢迎你们过去啊 明天就可以去啊 可以 可以 太期待了 好了 这就可以去 第三天一大早 邦小妹和常晓恩 就来到了杨明君的养歌基地 现在有两个基地 三个厂区 这是其中之一 嗯 那这个基地占地多少亩 这个基地呢 占地是一百一十八亩 总存兰总歌呢 是三十万对 有十三个品种 接下来的二七呢 就在旁边 比这个规模还要大一点 智能化程度啊 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更先进是吧 对 咱们到鸽舍看一看吧 行了 杨老师 您这个鸽舍觉得好宽敞好明亮呀 这个都是白鸽子吗 对 这个我们每一栋鸽呀 只养一个品种 像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核心种群 咱们这一栋鸽舍大概有多少只鸽子 这个呢 总鸽呢 是两千五百对 杨老师 我刚才看了一下 咱们这边就是 要么它就是带小鸽子 要么就是有蛋 基本上没有空窝的 嗯 我们这个种鸽呢 如果下蛋之后 直接把蛋拿走的话 十天左右 它就又下另一窝了 如果是说带宰的情况下呢 乳鸽长到十二三天 它再下一窝 这是减蛋呢 对 这么多呀 这个蛋很光滑 大概二十三克左右 这个也就是非常标准的了 证明它的营养各方面还是比较平衡的 像收了这些蛋都要拿去孵化吗 对 新鲜的蛋呢 收了以后 就全放进孵化机了 把这个鸽子啊 一半 让它孵甲蛋 另外一半呢 就不孵了 接着又进入下一个产蛋周期 孵甲蛋的呢 等到十八天 乳鸽出壳以后 把甲蛋拿走 放进去三只到四只乳鸽 让它来喂 这样呢 产量可以提高很多 一般情况下 种鸽八到十天产蛋两枚 产蛋后进入孵化期 孵化十八天后 除鸽出壳 除鸽出壳十二天后 种鸽才能再次产蛋 而杨明君的鸽蛋统一用机器孵化 一部分种鸽不经过孵化期连续产蛋 从而大大提高的产蛋量 另一部分种鸽负责照顾除鸽 一对种鸽可以照顾三到四只除鸽 这样集中管理 劳动量也下降了 产量也提升了 那要是只让它孵的话 是不是就一次性只能孵两枚蛋 只能孵两枚 而且呢 它上上下下吃料的时候 喝水的时候 跳上跳下 可能才会踩破 鸽的这个孵化率是多少 一般的只有百分之七十多 用上孵化机以后呢 可以达到九十以上 种鸽分工合作 机器统一孵化 这样的管理模式不禁简单省力 而且大大提高了鸽蛋的孵化率 可是把真蛋拿走后 让负责带杂的种鸽也直接产蛋 产蛋量不是更高吗 为什么还要放入假蛋 让它们孵化呢 因为放上假蛋以后啊 假蛋在鸽子的腹部啊 刺激它的大脑啊 脑腿体会分泌催乳激素 所以到时间了 就是18天的时候 放进去乳鸽了 它就有鸽乳来产生去鸽乳鸽 如果是没有孵化假蛋的这个过程呢 鸽子不会产生鸽乳 就让它一直以为它在孵它的蛋 对对对 小恩啊 你也可以就是让它报复乳鸽 因为一年四季中间呢 这个市场价格不同 价格高的时候啊 你可以卖鸽蛋 乳鸽合适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生产乳鸽 这样调节起来的话 你的生产效益啊 会更好 杨明君的管理模式 让长晓恩长了见识 开阔的思路 而接下来的参观 更是让他觉得不需此行 这个呢 就是我们奎王鸽的生产车间 这个呢 是自动喂料机 自动喂料 啊 对 我们把粮食啊 放进这个料斗里面 鸽子啊按需采石 机器是匀速往前的 饲养人员呢 可以随时调节这个机器的走的速度 啊 如果带宰多 它需求量大 机器走的就慢一点 而且还可以多走几次 哦 往返的那种 对 而且它这个不浪费的 它吃饱了 然后机器就走了 对 小恩你看 这是我们的保健砂 里面呢 除了砂子之外呢 还有黄土啊 贝壳啊 木炭 食盐 微量元素 维生素之类的 营养非常丰富 这样可以给原粮啊 同时采石之后呢 就达到了营养平衡 通过用这个机器以后啊 我们减少了很多的劳动量 以前的时候一个人呢 就养几百对鸽子 现在我们一个人呢 养四五千对都不累 这台自动喂料机 是杨明君经过长期的研究 试验发明出来的 它不仅能节省人工 给予养殖成本 而且让大规模养殖肉鸽 变得轻松简单 杨老师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 要研发这种机器的呀 原来的时候啊 我们喂粮食 都是靠人工来喂 一到农忙季节呢 这个工人一请假 我们就没办法了 有一年 这个工人呢 要回家收庄稼 结果呢 一次请假了 一多半的人都要回家 我们这个鸽子算没人喂了 那个鸽子饿的呀 上蹿虾跳 把小鸽子也踩死了 哎呀 蛋也踩破了 损失非常非常大 我们也是没办法 痛定思痛啊 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去解决它 我们设计这个机器之后呢 哎呀 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自动饮水自动清分 咱们也是一直都在创新 一直在改变 对 你看上去现在 我们的自动化程度啊 就比较高了 其实我们是从养鸽子到现在 一直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 每年啊 都会跟全国的同行啊 到各地啊去学习去交流 这个把先进的理念呢 方法呀 跟我们的结合起来 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 杨明君的鸽鹏自动化程度 越来越高 杨明君的鸽子也养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为了培育出更优质的肉鸽 他的鸽子从小就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青年鸽舍 这个棚子看着有点不一样啊 啊对 这就是让这个青年鸽在里面飞翔锻炼的 乳鸽呀长到一个月的时候 就把它放到这个飞棚里面 飞翔锻炼增强体质 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免疫力啊 抗病性能啊 这个相当于一个运动场 对对对 一直到这个五个月的时候呢 把它放进配盾笼 进行配盾 配完盾以后就进入生产割舍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了 那咱们可以上去看看 可以的 这能踩吗 能撑住我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哇 太漂亮了 它一飞起来好漂亮 它的翅膀扇动的时候很漂亮 你看你看 是吧 这个空间非常大 它在里面飞起来非常开心 很开心很舒服 它们这个就是一个棚里大概放多少只 这个应该也有讲究吧 我们一个鸽舍里面放一万只 一万只 一万只啊 对 哇 体质非常健壮 你看多肥啊 胸骨子鼓鼓的 是 好白啊 一点滑涩都没有 对对对 这个抓鸽子也有技巧是吗 对对 要抓它的时候 这样的话 它就不容易弄伤它的翅膀 要一直这样拽着翅膀 容易把它这个弄伤了 哇 近距离看这鸽子是真的很漂亮 哇 哇 好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看看吧 好的 好的 当时杨老师带我去他的养鸽基地参观了之后呢 我觉得特别的震撼 杨老师这边的规模特别大 鸽子养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 通过参观 常晓恩看到了养鸽行业的发展前景 也很羡慕养鸽成功的杨明君 然而创业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 杨明君刚养鸽子时也经历了不少挫折 我们在97年开始养鸽子的时候啊 只有一百多对用家里的旧房子 在院子里用那个塑料膜搭了一个棚 我就住在里面 结果有一天呢 下大雨然后又刮大风 把塑料膜也刮破了 也没地方去 衣服被子全都淋湿了 哆哆嗦嗦在里面熬了一夜 天亮了以后呢 我就把我那个房子里面弄几块木板 捧起来 然后晚上就住在上面 和鸽子住到一起 对鸽子住在下面 我住在上面 这个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 尽管创业艰辛 但杨明君坚持了下来 并用十几年的时间 将养殖规模 从最初的一百对鸽子 发展到几万对 然而 一场更大的考验 悄然降临 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又发生了禽流感 不能往外运输 有一定的影响 鸽子养大以后 没法卖出去 那鸽子又没吃的 都是从村子里面 这个借粮食来喂 这家借完借那一家的 然后亲朋好友都借过来玩了 那时候有的工人半年没发工资 有的一年都不发工资 没有发工资不说 他还从家里面 帮我们借钱企业啊 才这个生存了下来 所以创业是非常艰难的 他会遇到无数的 让你预测不到的事情 有很多的挫折 对 但是要坚定信心 其实只要坚持下来 也就是取得了胜利 对 小恩啊 鸽子养殖这个行业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要坚定信心 放心大胆的去养 以后呢 在养殖过程中啊 包括孵化呀 销兽啊 遇见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 嗯 那太谢谢您了 我觉得您这么一说 我都觉得我信心大增 对 心里有底了 对 通过此次的帮扶 常小恩不仅学到了养鸽技术 和不断创新的经营理念 还找到了创业路上的榜样 找回了养鸽创业的信心 在这里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 常小恩的鸽子 能越养越好 早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大家好 我是常小恩 经过上次杨老师过来 给我指导之后呢 我就按照杨老师的方法 重新配置了保健纱 而且这个水管呢 我每个月会定期的清理 现在我的水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而且我还照着杨老师 给我提供的方法呢 每天去采一些中草药 熬制一些水来喂鸽子 现在呢我的产当量已经提高了 这一栋鸽是2000多鸽子 每天的话 现在能收200来个蛋 我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我的产当量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下半年呢 我正准备搞一些乳鸽孵化 到时候呢 卖蛋和卖乳鸽相结合 希望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生长快等优点 灰羽王哥 羽毛多为瓦灰色 胸肌发达 补育性好 生长快 银羽王哥 羽毛多为银灰色 体型大 性情温顺 繁殖力强 泰森瓷雄自别鸽 一周零就可分辨出公母 公哥白与灰薄 母哥空体灰色 体型中等 置应性强 卡努哥颜色较多 有红色 白色 黄色和黑色 卡努哥性情温和 繁殖力强 为料省 饲养管理方便 杂交花鸽 顾名思义就是不同品种杂交的后代 花鸽子羽毛杂色 排布没有什么规律 先把鸽蛋冲洗干净 凉水下锅 注意轻拿轻放 中火将水烧开 转小火慢炖三到四分钟 关火后 再盖上锅盖 焖五分钟左右 捞出后 要即刻放入凉水中 以便蛋清和蛋壳分离 拨出完好无损的鸽蛋 煮熟的鸽蛋蛋清晶莹剔透 蛋黄香软可口 选二十天的乳鸽蛋清晶 选二十天的乳鸽处理干净 加入葱 辣椒 姜 大料 花椒 盐 味精 糖 料酒等搅拌均匀 鸡蛋清晶 腌制一小时 腌制好后 需要再过一遍开水 让鸽皮收紧 然后晾干 为了增加炸乳鸽的颜色和口感 炸之前将乳鸽用麦芽糖 红醋 白醋调成汁 淋洒均匀 油温五成热时将乳鸽放入锅中 小火炸至十分钟 使鸽肉成熟后 大火上色 将乳鸽炸至金黄即可出锅 这样炸出来的乳鸽表皮金黄脆嫩可口 麻烦 热 Marilyn 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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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艺